嗨大家好很久没有制作啊关于这个这些投资股票的教学了好今天我会跟你讲解的就是评单功课篇 然后这里会跟你讲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怎样找相关评单 然后比较啊比较一下这个就是啊就是怎样的compare他的那个母国走势选哪一只 ok今天我会跟你讲的是这两只股就是fgv和drphycom okso这里不没有什么啊建议买卖的那个建议了ok 就只是纯粹分享而已 然后当然的要找了最好的方法还是要回去这些browser那边 然后在这边search这边呢这里我已经是加了一些东西了 所以你们是要加一些东西的比如说我要找fgv的东西哦平单哦 这个就是fgv的打下去他就会去fgv 这里全部都是活跃的平单 那我们这里看到是二四六六个平单 所以在这边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的那个转换价啊过期了 所以这边你们可以看一下哦 只有两个是今年会过期的然后 最久的是这个ok4月18号然后快半的转换价这个是1块3然后 以话说来讲还是这个比较好 为什么因为这个是快半然后他的转换比例是比较少 我们还没有看他发行商 我现在已经是蛮贵的了哦 ok然后看了一上面这个这个是风险是蛮高一下了 ok同样的我们就看一下他是什么价值 我们不要管这个先 ok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这样的 是我们就用skinshot拿下他是这样的 ok然后接下来就是drb 不drbhicon我本身已经有那个啊 资料了 所以是没有这样这样啊怕 在这边我们去看一下哦 ok 这里这里一个是比较久的就是这一块钱 转换价 ok然后这里没有写是转换比例多少 应该是还没有更新好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这个也是1块 或是1比1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哦最主的期限是这个 ok 然后其他的基本上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就是 八啊这个是8月就是这个月了 还有20多天 是多个小医疗不是很多可以 然后这个就比较多 ok 然后在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哦 这里只有二四五有五个平单 这样前方前方我就用snip snipping snipping2那边 同样我只是朝这个可以了 这个刚刚我不是选这个平单 很多人以为是什么 但我就是这样啊 highlight 掉 所以不是选了 这只是刚好放在那边 所以就形成了这个东西 好现在我们知道有这个是啊 还是还没有过期的平单 ok 然后过期啊这里会出一个啊灰色的 或是suspend的东西的 ok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哦 我就啊 推登出了 所以这里 怎样找相关的平单那边我已经跟你讲解了 ok 就是最快的方法就是刚才那样找 如果是你是用这些chart tools来看的话是 会比较辛苦一点 ok ok 然后啊等下我会跟你讲怎样填写那些资料之类的 那个啊 需要你自己去做一些东西啊 ok 那我们看比较募股走势哦 先来看 DIP海工 DIP海工 在这里是底部 也就是在 6月的时候 6月1号 真正6月1号是最低价是 775 0.775 你看在这边 如果看不到的话我放在这个 ok 然后 这里 再放这个 这里我放到26应该看得比较大了 ok 在这个情况之下哦 我们可以看得下是 最低是0.775 这里你就看到了 ok 0.775的情况哦 然后这里就第一第一波 所以你们看到这里啊 它是有量的 ok 这个就是我们关注的量 这两个 ok 这里有一个量的时候 基本上 那这里就是代表跟你们讲是 后续 还有后续啊 后续购事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有做一些确定的就是跟着 布莎 马来西亚 那边找那些资料 所以在那边确定他是 还有的确是还有蛮多细看的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咯 这边我就开始 啊 有做拨断一下了 ok 这边的时候在这里上升 我大概是在这边 这边还是这边 应该是这边买进 这边没有在卖 没有在买 啊 那这边卖出了 没有进到他最高时候卖卖掉啊 没有想到他省了一块 然后他就一直下 那上一块的时候已经是有一个很 这里就是103的时候是一个 啊 即现就跟你讲 103就是他的那个 顶点 最高是104 ok 在这里再来就是啊 过不久就是上个星期 812号的时候是他就开始啊 开始那个量来了 这里也是一个进场信号 我们看一下这边咯 基本上最好进场信号是 还是在这一点 这边的时候基本上很多很多人会丢票给你 所以你会拿到很便宜票 票是多的到表明的 但是这里是第一 然后这里是第二波开始上升 通常他们讲的第二波肯定是比第一波高 第一波 是从底部这边上的话最高的话才二三十六 ok 第二波的话哦 通常我们是从这边开始 算起 现在我们才看得到哦 才还没有到 只超过一点点 所以他是后期还有细的 这里我们就不用拍 我们看到这里有十字星啊 又是这里有十字星然后出去 然后这个他的顶 他今天出现的那个顶哦 顶部和之前的顶部是同样的也就是1.24 ok 在这边我们看到量还是蛮多一下哦 这里量是很多 这里我们这样称之为那个这个量哦 第一天的量就是你啊 最爆发的量是 已经高过了这一天开始爆发的量 ok 除了在这里这一天开始才比较少 ok 也就是前天 这里这个是9月8号9号不是前天 星期二正是三个星期五 在三个星期五的时候他的量几乎是一样 ok 现在还少一点呢 不用紧这个是至少我们知道是底部 身上来的时候是需要蛮多量的一下的 ok 所以我们这样综合来看的话啊 那个drp drp害控是还有机会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下的另外一个就是啊 FGV FGV这边你可以看一下啊 这里第一波 然后第二波 第二波出现的时候 你看第二波出现的时候 就是你啊 我刚才的那个drp还是十字星啊 就出现这个羊柱 然后再银柱这个 这个银柱是然后那个啊 那个drp还是十字星 所以还没有出现了这样多 然后那个走势还没有出现到这种不上不下 这种不上不下的啊 我们会称之后还是回调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买进平坦是危险一下 我们要等他啊 接到接触到这个二十天平均移动线 就是20MA 你可以看一下他这里是他这里是乡下的 为什么可以跟你讲是他信号是乡下 我们看股价上上 乡上的同志是他量是乡下的 所以这里回调的可能性是很高 直到他再来上量的时候就是他到这个大概是 因为记错看应该是大概是 1.84 回调到1.84左右再上的话就会比较好 OK 如果是更低的话 基本上这个要砍了 这里也要清楚知道他和drp爱控同样的 同情况就是这里在底部上升 所以从底部这边上升 你可以看这里是两个波段 这里是第一波 在这边的时候也是很多人没有什么 因为就是这样的情况吗 所以这里的情况会发生在这边 所以你看他慢慢慢慢 所以他会慢慢这样跌回去 这种下杀是很厉害一下的 在平坦那边 所以在这边我们转了一轮 两轮 OK 平坦那边是这样算了一轮 在第二轮 OK 这边我们看到这里是大概增长的是2毛 1毛8 这里就是他看到他那个平坦增长会比较大 比起这边会比较大分别 这边的话就是最高啊 因为看不到我要拿下一点 这是五毛多 所以你看一下这边涨到五毛多 是蛮高一下 在这里的视频单他不开翻都很假了 OK 这里至少是100% 这里都是要加买至少都有200%赚付 OK 也就是说你啊 投放1000块 你会赚至少2000块了 我是讲他的 他那个net profit 就是你要扣除掉你的成本 原本是1000块了吗 你就算赚了这个啊 刚才是两三百 200%就是赚2000 就是你给1000 然后拿3000的意思这样了 OK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的 OK这里哦 第一波跟第二波 这是还是算是第一波事实上 OK 你看到上第一波跟第二波 他的他的规律是这样的 上升趋势的时候哦 永远是第二波 打过第一波 你可以看到刚才的那个DIB的 HICOM他的升速很少也很接近 你看到这里是大概是22% 这里才35% 还开始就下掉 这里就是大的话的准 13%这样的 OK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哦 然后这里这个DIBHICOM 是不鼓励进的 OK 在这样的情况下 会看到的是 我们要耐心等待这个FGV 他回调 反弹的时候是有信号进来的时候 然后我们还打算进了 OK 在这边我们可以开始留意这只股 有没有在进场 在进场就是第三波母股上升第三波的时候 第三波基本上也漏不多 第三波通常他的那个上升波度是比第二波来的 这个少很多 这一波 这一波 我是成功到这边 这一这个蜡烛 这个蜡烛出现 这个蜡烛出现的时候 我就 呃 逃脱完 然后 转现在DIBHICOM 所以转 还好 还好 OK 这边算是蛮不错的转负了 所以我就转过去DIB OK 在这个情况之下哦 我们可以看一下IFGV是不大理想 所以哦 我们是 只是放他在关注就是watch list那边 反而没有做什么东西 OK 现在这两个已经讲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了拿出我的这个秘诀出来 这个呢 通常我会做去简单东西就是说 因为我这个已经是做好的 它的formula了 所以我直接 嗯 回来copy 所以这里我是 是 放在 啊 CW这边哦 所以它还出在CW前面 OK 这边我是没有FGV的 所以我这边要放FGV OK 所以这边我也是跟着看有没有FGV 哦 有FGV很好 所以FGV它是永远有Data的 只是但我不知道它在啊 那个什么啊 FGV有多少 OK 10到15 10到15 OK 在这边哦 嗯 因为我之前没有做什么东西的 C10 然后15哦 留格式 OK 就这样的情况之下哦 因为这些啊 方针是我已经是做好的 OK 所以在这边我们要做的东西 这些啊 做的东西是蛮简单的 就是好像刚才有去的这个DIP icon那边 DIP icon基本上是有较完善的资料 因为我有做好的相关东西 所以在这边哦 这边我应该是犯错啦 我应该至少放快半 放快半的话我们就看这边哦 Expected的话 这边C49还是赚最多啦 这边才是100%就是它的 啊 啊 Intrinsip value啊 这里少了一些东西 不好意思 OK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哦 这个是至少五毛 五毛 对这个来讲是 的确是百多巴仙啊 所以它是啊 它的两倍 两倍是四毛六 四毛六 还有四分 才算五毛 所以是100多巴仙 然后其他的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哦 如果我放快半的话 OK 这个是它的赚付 如果我放两块钱的话哦 好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啊 C16表面上是好像很多 实际上是不多 应该为什么 你看这个过期了 是8月30号 OK 很快过期 所以这个 这个C啊 这个DRB16可以排除掉 风险是非常高 因为还要过期的 所以那边 然后它的转换价是快四 蛮高一下 OK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它发行商是 哦 我连来那个一块钱的 是 啊 可拿个来的 Macri RHP OK 在这边呢 我是选这三个 这三个的发行商 还比较好一点 OK so 啊 C20 现在是赚的蛮大的钱一下 因为是两分到0.125 是蛮不错的 它是快一嘛 OK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资料基本上是已经是好了 就按这个 然后换去FGV我就可以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哦 我是需要按这个 再去进去 然后这边我就 啊 选FGV 所以通常是打F字 我 诶 有可能的 OK F字 他就出来这里 FGV FGV 10 在这边我通常需要拿两个情报 一个就是他的那个 啊 他的平单价值多少 他的内在价值呢 怎样计算的 今天的网站有点慢 然后另外一个 这个是刚才我讲的 就是listing information and profile for social world 另外一个就是他真正的 特讯那边这个啊 不需要 除非你要很生日研究 你才学这个 这个是比较重要一点的 OK 不过因为我是一路以来有做蛮多研究 所以我还是会拿下来 所以这边我会这样拿 OK 在这边 然后再放12 这边是蛮多一下的哦 13 14 看看谁拿 我的FGV是 2 46 26 84 OK 14 16 或许可能是过期的 等下我们看一下先啊 16应该是过期 不是这个是刚刚上的 就是刚才我们没看到的 这个是刚刚上的 OK 所以也不用紧照拿 因为你看到8月9号吗 现在也是 8月9号吗 OK 再不幸的话 我可以Google给你看 time Now 1618 看到8月9号 OK 所以在这边我就拿 接下来我要做东西 就是把这些东西存放进去 我特定的那个Folder那边 通常我是放在D Drive那边 我是蛮多东西 立下的啦OK So Emacement Analysis 我是放在这边的OK Termship已经有说好 然后这里有开了一个新的Folder FGV 按下去 然后这里是放一个Core Warrant 然后这个是FGVC10 OK 就怎么办好 接下来就跳去另外一个Core Warrant 11 你会拿一些时间去记录一下 因为这个完全没有记录的 所以也是顺便给你看下我是怎样 啊 记载下去的 OK 所以这些东西 是需要一些 啊 做一些功课 这些功课是必须要做的 如果连这些功课都没有做的话 你就站进去玩的话 你的胜算是蛮低一下的 你也不用想着怎样赚百多巴仙以上了 OK 要赚50巴仙以上的 这些功课是逃避不了的 一定需要去记录啊 不然你每天去翻的话 你都没有这样多时间去看 OK 在这边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了之后 然后我 这个接下来我会 啊 Core到哈 然后我就从后尾开始 C16 这里有C16原来 在这里的连接 进去 要检查一下 70 98 OK 对了 然后这个是可拿个 所以我们只是copy这里 这是他的发信商 这个是蛮重要的 至少我要知道啊 胜算高不高 当然要考虑了这个 然后这个是MXCQ的 是MXCQ的 是MXCQ的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 用同样的 是持 copy paste而已 也好像是kibb 跟哪个emassment bank OK 这个是看哪个emassment bank的 然后这个是CIMB bank CIMB bank是13 12是RHP 有时候我们不填上去的话 我们不知道那个 他的平单的类在价值 要赚多一点 平单的类在价值 是要了解 不然他们很吃亏 11是MXCQ的 这里有多一个MXCQ 我就直接这样copy进去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这个也是MXCQ 原来这个也是MXCQ OK 然后就拿去前面 那么这里我们就 比较简单了 这边我们只是需要填 4个情报 其他的这些东西 有一些是特别加起来 这些是加减成 很简单的 OK 当然这些方程式 我就不在意方便再讲过 因为之前是有制作过相关的那个 啊 video的 所以你们要看的话 就回去啊 寻找回我之前做的video吧 在这边listing debt OK这边啊 最重要是metry debt 是9月30号 OK 9月30号 但是这里的issue size unit 是8千万一 9月30号 因为我这个的format是这样的 所以我是这样打了 OK 所以你看 他还剩下51千 比起现在 今天了 OK 然后接下来另外两个关键的就是 1.55 跟3.8 1.55 1.55 是这里 1.55 是3.8 so 那边就会出来了 在expected price 的时候 我通常是多了 这里最多看这里 应该是放2.111 ok 这边他的 累积加10 是现在有inducive value是1 一毛 ok 如果是力求上的事 他只是值一毛一 他不值得太多 超过那个价值 已经是高股了 像现在的情况 我就不大鼓励进去 因为这个肯定是在回调着 ok 接下来这个是 11月34号 这边就是蛮麻烦的 就是搞买这些东西 就算我关掉 还是会留在那边 1.7跟2.1 1.7跟2.1 更加不用看了 你看 他的价值是一毛一 他卖到两毛四 这种 我担心他这种 太高 那个 他的 溢价 Premium 这个我们就是所谓他的Premium ok 所以你是3月14号2017 3月14号2017 然后再看另外两个情报 1.352.1 1.35 这里是2 2 刚才也是看错 这里是1.7跟2.1 1.3 1.3 1.3 1.4 3.4 2.7 3.4 再退回一个 3.8 ok 这个是2 这个也是2 ok 确认了 然后13 4月18 4月28 207 ok 然后接下来是1.5 1.5再1.5 然后14 3月17 所以填完了这些之后 我们就直接可以知道1.6 2 知道他的那个我们要怎样去看他直播的进去 2128 2.2 1.9 这个是蛮高的 这个基本上是没有可能了 ok 接下来就最后一个 这个是刚刚新开 5月9号 9号 ok 他们都不敢开蛮久了 你看全部都是在9个月啊 1.953亿这个也蛮高 从这边来看哦 因为这个还没有价值所以不用紧 ok 所以这边啊 放2块钱的话哦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可以赚啊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 最接近的最低Premium的是 这个F12 ok 在这样的情况我通常是会这样选择啦 ok 还有这个13 还有这个13 这没有这样贵啊 买到这样贵 这个expect underlaying就是啊 如果他的 他的价格 儿子价值是这样是他母股 是要至少达到这个价格 所以你一看到这边基本上是一看就知道 只有真的是12 13 比较划算了 ok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西蛇 14 还可以 12 13 OK 这三个都是合理 就是这样来挑选咯 所以这三个通常我是直接放在我的那个 那边看了那个牌盘那边 然后就可以来决定可以买多还是买少啊 ok 除了看着你的多少个量之外哦 多少个股之外是 还需要看他的拍盘是怎样的 有时候拍盘拍到达美也是不太好啊 没有什么人交易 ok 就这边来看啊 这三个是值得留意 但是不是跟你讲买啊 这个只是给你看一下怎么是怎样做功课的 ok 当他买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个只是选择选择平等哪一个是可以做的 可以可以买进可以 可以考虑买进 但是不是买进那种 ok 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哦 的确是需要蛮多了 如果你要得到这个工具的话 除了做我学生之外 基本上是没有可能会拿到 再不然就是啊 当我开放的时候 那开放是需要钱了 ok 所以这也是有我做值得一些啊 观察的 所以那边我就有整种有检查一下哪个值得买的 这些都是啊 日常的功课来的 所以看一下这些功课是少不了的 是蛮多东西要计算 因为很多计算的问题 所以我直接放进excel那边 我只打那几个字 我就知道还是这样 但是我那个方程式我还是会有去 检查有去记一下 不然的话我是忘记了 不会算的 ok 这这边是蛮简单的 不会拦到哪去的 ok 所以这个啊 基本上这个inzinship value就是我 母股 剪掉这个exercise price 除了conversion ratio 就拿到啊 这个inship value了 就是这么简单 不会拦到哪去的 ok 等下我全块 是不是笑 我们就啊 看下 三个可以进 有错识呢 什么我还是在啊 记录一下 ok 今天所讲的都蛮多 所以这里可以看到蛮多有效的东西 然后这个啊 我往后的日子 我是没有在放在facebook那边啊分享 如果你要看的话 就subscribe我的youtube ok我的youtube是很简单的 你只要看到啊 ok 看youtube这边 看youtube这边 只要你看到哦 我的名字 ok 这个mac 错 那么你就可以subscribe了 目前呢 有多少subscribe 是有124个 以及之前增长的一点点 也有跌了一点点 那么我希望未来那边我会 啊 达到超过这个数目至少1000个啊 然后会更加多的1万个 10万 100万 1000万 1110亿 之类的 ok 有大一点就更加好 那么 我只上传这个 每个人去看一下 那么我就有额外收入 就是youtube会给我钱的啦 ok 所以看上次我是制作蛮多video了 ok 今天的东西就分享到此为止 希望你喜欢 谢谢